堂堂孙悟空沦为跑腿宫 美人鱼也只配擦玻璃 各路大神都成了他的免费劳动力 做黑心包工头 做到大雄老妈这份上 也真是没谁了 手餐的大雄在旅败旅战之后 人生中第一次接到了 热儿园时就买来的监狱 不仅热泪盈眶 就要让小伙伴们见证奇迹 可刚下楼就被老妈截了胡 要他俩抬衣柜剪印章 大雄腾不出手 蓝胖子又干不来力气活 一听大雄还得炫耀完才肯来 老妈气得河东适合 大雄嗷的一嗓子只管自己跑了 蓝胖子正要拿出了一盒虚拟人物蛋 把蛋打碎 就会出现上面写着的人来帮忙 蓝胖子挑了一盲盒摔在地上 一阵动感光波过后 竟是拇指汤姆 蓝胖子一声令下 他立马钻到了衣柜后面 找到了印章 拿给老妈后 汤姆就消失了 虎夫二人看到大雄傻呵呵的端着剑狱 直接抢了过来 胖姆不仅能花式监狱 还会一见穿心这种绝活 小腹不服 自身会更牛逼的 两人就这样一唱一和地跑了 大雄哭丧着脸回到家 门里突然冲出个要去买菜的孙悟空 大雄还没整明白 又遇到了彼得潘问去邮局的路 大雄推开门 看到老妈对灰姑娘的家务水平赞不绝口 还要她顺便把玻璃也给擦了 大雄一步三回头地跑上楼 看着蓝胖子正在对着 已经用了快半盒的蛋发愁 这会儿老妈又开了一个小红帽 帮她把衣服送去干洗便 然后又召唤了皮诺曹 故意套路她 鼻子越来越长 成功拿到了罐子 家务国都有人包了 老妈只管喝茶看戏 有西木必有棋子 大雄也响如飞飞了 抢来一个蛋 说着就摔碎了 看得真行头 出现的居然是怪盗鲁邦 听说居然只是去偷个小小的剑狱 卢邦觉得自己怪盗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但任务还是得完成 他写下了一封署名的预告信 让大雄给胖母他们送过去 要不然还对不起他的自尊心 大雄只好照做 发现那俩人还在空地上玩他的剑狱 把信塞给小夫手里就溜了 胖母十分不屑 小夫读过信之后 却害怕得不行 那可是从未吃过手的卢邦啊 胖母有点不甘心 要把剑狱装进口袋再塞进狗窝里 要么就放进肉包子再藏到冰箱里 再不行就放保险柜 可不管怎么样 小夫都觉得太傻太天真 这时天降神明 胖虎小夫赶紧让警察叔叔帮他们带为保管 谁知刚递过去 警察叔叔就变了一波大便活人 原来他就是怪盗鲁邦 鲁邦施展轻功飘然离去 把剑狱还给大雄 鲁邦就消失了 大雄急着跟剑箱秀一手 可却遇到了守住戴熊的虎夫二人 扭头套回房间里 随手拿起一个蛋 这回叫出来的是超人的远房亲戚 大雄想让镜箱 看到他把剑狱放上去的瞬间 超人派着胸脯保证 在大雄成功之前 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他 果然 超人不仅拦住了胖母和小夫 还免费给他俩提供了 光速绕地飞行超豪华体验套餐 愿意求得两人刚落地 马上就逃了 大雄跟着超人到了镜箱家 结果怎么也玩不来 京香又是要忙 说好了下次 超人却不肯放过他们 他可是使命必达的男人 没完成任务是不会消失的 于是 大雄被迫从老妈喊他回家吃饭 变到了深更半夜 他想混水摸鱼 超人还不让作弊 大雄只能一直玩下去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剑狱是谁买给他的吗 再见